原版的結局非常的黑暗 根本是悲劇啊 你知道女主角跟男主角 他們的歲數差了超多嗎 差了23歲 哇 這是婦女戀了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迪士尼最近的作品 真的是越來越大膽 像是全球都在封的 《腦經紀轉彎2》 還有《死士與金剛狼》 都再度讓我相信 迪士尼真的是很有本事啊 果然是不會讓我失望 那之前《死士與金剛》 還沒有上映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想說 迪士尼就是走什麼 所以這次的《死士》 一定會覺得 就是合家觀賞啊 不會很爽啊這樣子 但是呢 結果《死士》還是維持了 而且還很好看 那你們知道嗎 其實早在Long Long Time ago 迪士尼早就有 而且他們還做得嚇嚇叫 像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麻雀變鳳凰》 就是迪士尼早期推出的RG作品 不但一上映之後就大爆紅 還捧紅了 演女主角的朱莉亞羅伯茲 而且這部電影啊 還變成了90年代 最經典的愛情喜劇電影哦 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 HOLY SHIT 就是 《麻雀變鳳凰》 你們發現的電影細節 還有有趣的幕後 一起來看看這部電影有多經典吧 好啦那說到《麻雀變鳳凰》 這個Pretty Woman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她的那首主題曲 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你沒聽過 屁咧 你年紀比我大 怎麼可能沒聽過 這首歌真的很紅 而且是紅到 當年周星馳還有就是 拍電影致敬她耶 好啦那你們知道 《麻雀變鳳凰》 在1990年上映之後 全球的總票房 總共有 4.63億美元 直接創下了迪士尼發行的 R級電影的最高票房紀錄哦 《麻雀變鳳凰》 這個超強耶 而且你知道這個紀錄啊 是維持到今年的 《死士與金鵝狼》才被打破的 好那一定有人會說 蛤 那這個 《愛情喜劇》為什麼會是限制集呢 為什麼 其實啊就是因為它的主題 就是在講好萊塢大道上 一位婧女的故事 那因為女主角職業的關係 還有加上有很多 入國的畫面 跟不當的語言 所以電影才會被列為限制集哦 但是因為後來電影 在不同的國家上映 然後就會有自己去做 刪減的動作 所以呢 在某一些地區 這部電影就從 但你知道其實我一開始 很容易把這個 中文片名 跟《麻雀變公主》搞混 我一直以為是 同一部電影 結果 這個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風格 就是超級相似啊 然後裡面的那種 喜劇跟愛情感覺都很像 結果呢 我查了之後才發現 蛤 原來是同一個導演的作品 那《麻雀變鳳凰》的導演 蓋瑞·瑪歇爾 就是最擅長拍愛情喜劇片 所以像是 湯姆·漢克斯主演的 《對頭冤家》 還有安海瑟威主演的 《麻雀變公主》 還有跟泰勒斯啊 Brady Cooper 一起出演的《情人皆快樂》 也都是他的作品哦 -5-6-7-8 有一天呢他在派對上 透過電話跟女朋友說分手 然後呢就氣噗噗的開走了綠色的車車 然後漫無目的的到處亂開 那據說當初在選這個男主角的時候 就有很多大咖來試鏡 他們主演教父系列的 艾爾帕希諾 還有黑色最氣力的 約翰屈夫塔 跟第一位飾演電影版超人的演員 克里斯多夫利維都有來參與哦 但聽說克里斯多夫利維 他就是那時候在試鏡的時候 好像有發生一些不愉快 就是他跟朱莉亞羅伯茲本來要試鏡嘛 然後結果因為朱莉亞羅伯茲他不在 就派了導演來跟他試鏡 然後他就覺得說哇 你們這樣子真的很不專業 他就 那最後劇組才把希望寄放在 當時已經很有名的 性感男神理查基爾身上 而且有趣的是 就是理查基爾當初跟朱莉亞羅伯茲 他們碰面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想要演這部電影 然後呢導演就耍心機 就故意製造機會 讓他跟朱莉亞羅伯茲獨處 讓他多認識這位才22歲的活潑小美眉 那過了不久之後呢 導演就故意打給理查基爾說 欸那你願不願意出演愛德華這個角色啊 那這個時候朱莉亞羅伯茲就很可愛 他就寫了一個便條字 他就寫請答應 那這樣拿給他 然後他打電話 然後他就說 怎麼回事 然後他在桌上桌子 然後李查基爾當下就覺得說 哇這小女生太可愛了 好吧那我就答應演出 所以他就演了男主角囉 那個便利貼真的是神助攻啊 而且那時候他們是約在 好像是飯店的一個房間裡面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劇情裡面的那種樣子 好啦那介紹完男主角之後 電影的畫面就來到了 好萊塢街的紅燈區 他其實在這裡一開始 讓我們覺得有點嚇到 因為他裡面就有很多 真的不是未成年可以看到的東西 就沒有交易的那個畫面 就是會覺得哇 這裡也太亂了吧 就是一個真的是紅燈區 會發生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哇 迪士尼居然有出這種電影嗎 那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朱莉亞羅伯茲飾演的女主角Vivian 是一個性工作者 -Sugar 你想找一個日子嗎 雖然說個性很豪放 行為很粗魯很慫 但是呢我們卻可以透過電影 了解到他其實非常的單純 也有著童話般的美夢 聽說當初這個角色 原本是 早來90年代的美國甜心 梅格萊恩來出演 但是呢卻被他拒絕了 之後呢劇組還找了 黑色追氣令的烏馬舒曼 還有陰間大法師的維諾娜瑞德 還有一些當中演員來試鏡 但是呢結果都不如預期 不覺得超尷尬嗎 他們想要找誰都找不到 然後他們都不想來演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這個主題的關係 就是讓很多演員 不想要讓自己被定型 所以呢最後 劇組他們就找來了 22歲的朱莉亞羅伯茲 來飾演Vivian 結果沒有想到朱莉亞羅伯茲 因為這部電影大爆紅 甚至來獲得金球獎 最佳女主角獎 後來還有票房女王的稱號哦 YES 但是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你知道女主角跟男主角 他們的歲數差了超多嗎 我們剛剛不是說朱莉亞羅伯茲 22歲 然後理查基爾他那時候 其實已經45歲了 差了23歲耶 蝦餃 哇哦 這是婦女戀了吧 而且其實在電影中 也可以就是很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理查基爾已經有那種 魚尾紋 皺紋 可是還是很帥 我覺得他的眼睛就是很會放臉 很迷人 所以其實我在看電影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去注意到他們的年齡差距 我覺得還好 那順帶一提 他們兩個因為當時被粉絲 湊成一對恩愛的 所以在1999年的時候 他們又跟同一個導演 合作拍了一部落跑新娘哦 這部也蠻好看的 有機會可以介紹哦 好那回到電影 Vivian起床打扮好之後 他就跑去俱樂部罵閨蜜KIT 因為他把他們的房租拿去買壞東東 那這個閨蜜呢 是由羅拉山賈克莫飾演 聽說這個角色 原本是要去找第六感生死戀的女主角 戴咪摩爾來演 結果呢一樣被拒絕了 另一邊艾德華到紅燈區迷路了 那Vivian為了要賺錢就跑來搭訕 -我想找到Beverley Hills -你會給我指揮嗎 -肯定 -5元 那在艾德華被說服之後 就請Vivian幫忙帶路到飯店 那聊天過程中 也發現這個女孩其實蠻特別的 分開的時候 艾德華因為孤單 所以就付錢邀請Vivian 陪她度過一晚 -如果你有任何前進行 -我會很興奮 -如果你有任何前進行我 -進去酒店 -你懂了 那在這邊沒有進過失眠的Vivian 進到高級飯店之後 對一切都非常的好奇 進到房間之後 也很快的把長靴脫掉 -所以 -你有一個妻子嗎 女朋友嗎 據說這一幕就是 朱利亞羅伯茲在自己家的戲 因為那時候他穿那個高跟鞋 然後又是長筒的 就是到膝蓋那邊 然後他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他就演到一般自己家 其實說 我覺得好不舒服喔 把這鞋子脫掉好了 還蠻自然的吧 -你會不會脫掉我的褲子嗎 -你好 那之後愛德華在旁邊工作 而Vivian則是坐在地板上 放鬆的看電視 這時電視裡面播放的是 1951年美國經典喜劇 我愛露西 這部作品也是台灣電視公司播放的 第一出美國電視情境喜劇喔 所以說不定你們的阿公阿媽 應該有看過 好那大家應該還記得 Vivian在看電視 然後看到一直笑的片段吧 然後愛德華就因為看到他天真的樣子 就被他吸引住 接著就輪到Vivian認真工作啦 而且很好笑的是 據說他們幕後啊 Vivian一直笑的這場戲 其實是因為導演想要讓他笑的 然後就趁他趴著的時候 一直去扣他腳底板 超噁心 一直扣一直扣他 就一直 這樣子一直笑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生氣 因為我超討厭別人碰我腳底板 -不 天啊 拜託不要 好那隔天早上 天性的愛德華 叫了一大桌豐盛的早餐 Vivian吃完之後 就跑去巨大的浴缸享受泡泡浴 -我只想要你足夠的時間 -你 那這些泡泡呢 其實是劇組 特地用洗衣精去做出來的 因為一般人泡澡不可能這麼多泡泡啊 怎麼可能 那順帶一提 Vivian一邊泡澡一邊唱的歌 是美國已孤巨星Prince唱的Kiss哦 然後呢 就在Vivian泡澡的時候 愛德華就提出了一個超優質的條件 他要用三千美金 讓Vivian陪他一個禮拜 而這時細分到不行的Vivian 就開心的把頭泡進水裡面 -三千 -完成了 哈哈哈哈 那在拍這場戲的時候 有個NG畫面 其實蠻調皮的 就是全部人在惡整Vivian 就是他頭泡進水裡面之後 全部人都離開畫面 然後他起來就發現 欸奇怪怎麼大家都不見了 -Vivian那意思是對嗎 -你去哪裡了 -大家都離開了 有點像是我們公司 平常在玩的惡洲劇的感覺 那結果呢 因為他們這場戲拍的太久 所以朱利亞羅伯茲啊 原本已經染好了髮色 就整個泡到大褪色 所以之後 只好再去不染一次 好那接著 Vivian答應當愛德華的假女友 他就決定要出門才買 比較得體的衣服 但是沒有想到在買衣服的時候 因為裝潢的關係 就被精品店的櫃姐看不起 -這多少錢是Marie -這非常貴 -我還有錢要花在這裡 -我沒想到我們有任何東西 回到飯店還被經理為難 那這個飯店經理湯普森 是由赫克多艾利松多飾演 他其實算是導演的御用演員 因為導演呢就有發現說 找他來演的電影票房其實都不錯 所以就把他這個人當成幸運服 然後就前前後後合作了18本 大部電影 難怪我就想說他超眼熟 因為他就是演那個 《麻雀變公主》裡面的 保鏢兼司機 就是那位大叔 -我買了那些汽油 -我問我如果想要穿它 -我如果想要穿它 而且呢聽說當時在選角的時候啊 已經沒有預算再請他來演飯店經理 所以導演那時候就知道要包 付錢請赫克多來出演 沒有那個幸運服在他就不安心 但是聽說之後 因為這部電影有賺錢 所以迪士尼還是又把那個錢還給導演 我覺得這個飯店經理的角色應該算是電影裡面 -Vivian的貴人了吧 他不但幫助他打扮啊 然後還抽空加上很多用餐禮儀 還幫他解決了很多小事 算是一個非常有戲份的配角啊 那在Vivian買完衣服之後 到了晚上 他就跟愛德華去跟客戶吃飯談生意 那這個客戶老先生是由美國老牌演員 拉爾夫·貝拉米飾演 他在電影上映的隔年就過世了 而這部《麻雀變鳳凰》 也成了他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喔 那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在餐廳的這場戲 有一幕就是Vivian在吃蝸牛的時候 然後不小心把蝸牛拋出去了 結果旁邊的服務生就 就這樣接住了 超帥 -我只想要去船船 - 據說這一幕接住蝸牛的畫面啊 是導演在旁邊一直這樣丟一直丟 那其中一幕有拍到有抓到的 他才把他放進電影畫面裡面 - 守門員 還是那個打棒球的那個 -抓的那個 -不是我們是這樣子嗎 - - -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 飾演服務生的演員 他接到蝸牛之後 他說的這句話 - 就是因為這句話 讓他被導演看上 然後之後呢 在《麻雀變公主》的一跟二 還特地找他回來演出 重點是他還講的一模一樣的台詞 超級好笑的 好回到電影 愛德華因為聲音彈失敗了 這就很鬱悶的到飯店餐廳彈鋼琴 而且跟你們說 理察基爾他在這一幕是真的是在彈鋼琴 而且那個旋律是他自己就是亂編的 是不是很厲害 相信這一幕應該迷死很多觀眾吧 接下來呢就是 Vivienne穿著睡袍出現 然後被愛德華抱上鋼琴的經典畫面 我那時候看到我就覺得很好奇 真的會有人穿著浴袍 然後到公共場合 超怪的 然後裡面還給我只穿內衣 你又不是就是 睡到一半然後突然要逃生 雖然說有點不合理 但是因為他是Vivienne 好像又有點合理 好啦那被抱上鋼琴色色的這個畫面 其實是理察基爾即興發揮的喔 而且他在事後的訪問的時候 還有說他們兩個當下在演這個戲的時候 其實是 沒有什麼火花的 然後因為朱莉亞羅伯茲就是很問 他想說他現在在幹嘛 為什麼為什麼要把我抱到鋼琴上面 現在在幹嘛 脫我衣服 好喔 就這樣子 但沒想到這場戲 最後變成經典的畫面 然後還被剪進電影裡面 那在幾天的相處之後 愛德華跟Vivienne也慢慢培養出感情 之後愛德華也帶著Vivienne 去精品店大買特買 然後Vivienne還特地跑去之前 看不起她的跪姐那邊嗆瞎 -我昨天在這裡 你不會等著我嗎? -大錯了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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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啊 他們兩個就一起去泡了鴛鴦浴 還有聊心事 甚至愛德華還帶Vivienne去看馬球比賽 那之後愛德華邀請Vivienne去看歌劇 Vivienne赴約的時候 就穿了這套驚艷全場的紅色禮服 -你還好嗎? -嗯 據說他們一開始本來是想要讓Vivienne 穿黑色的禮服 因為黑色在他們眼中就是象徵性感嘛 結果呢因為服裝師就覺得說 嗯我覺得黑色有點boring 太無聊了大家都穿黑色 所以呢他就決定說 好那我要給Vivienne穿紅色的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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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能被黑色 所以已經越 metre -然後她走出來 就覺得 -我的天啊 結果事實證明他的選擇是對的 因為據說當 Hoch сдел王羅伯茲 穿的紅色禮服出場的時候 所有人都驚呆了 因為真的太漂亮了 然後為了要還原這個畫面 那時候導演還特地在電影裡面 篩了就是飯店員工還有經理 看到Vivienne穿紅禮服的反應 好那這套紅色禮服 你們覺得它會很貴嗎 你猜它多少錢 我猜一萬多塊 跟你們說 這件禮服其實才台幣不到700塊 是不是超級便宜 這件禮服啊 其實是劇組他們去二手店去挖出來的 然後呢他們只花了 20塊美金 就把這件洋裝的價值 翻了好幾倍啊 果然就是人漂亮穿什麼都好看 好啦那在電影裡面 艾德華還有特地去跟珠寶店 借了一條昂貴的項鍊給Vivienne帶 當Vivienne想要伸手去摸項鍊的時候 還突然把盒子蓋上 那這場戲呢 其實又是理查基爾 他自己就是突然加戲的 原本是想要捉弄他一下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畫面太自然了 所以就被導演放進了正片裡面 我覺得他笑起來就是很可愛 很天真的感覺 我很喜歡他就是在一開始 獲得這個三千塊的工作的時候 在浴缸裡面 然後他笑出來那個樣子 超級自然超級可愛 那另外在戲裡面 艾德華也有提到 這條項鍊價值25萬美金 大概快要800萬台幣 這個是真的喔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劇組去跟珠寶商店 就是借來拍攝的 然後聽說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旁邊還有保全就是 全程盯著那條項鍊 他走到哪他就這樣看到哪 超好笑 難怪他就是拍攝的時候 他這樣子一直這樣摸著 摸著走路 很怕他弄掉還是什麼的 那導演他之後其實也有說 這部作品可以給人家 這麼自然的感覺 其實就是因為 他給演員很多 就是自由發揮的空間 他是朱莉亞羅伯茲 邊泡澡邊唱歌啊 還有理查基爾彈鋼琴啊 還有他們兩個在鋼琴上的演出等等 都是他們在片場即興發揮的 就是導演喜歡在不同的場景裡面 然後請演員就是即興發揮 不同的感覺給他看 然後就會把最適合的 放進電影正片裡面 難怪這部電影才會看起來這麼自然啦 好那回到電影 之後愛德華帶Vivian搭私人飛機 到舊金山去看一部叫做 《茶花女的歌劇》的時候 這部《茶花女的歌劇》 其實改編自1848年的同名小說 那故事呢 就是在講述一位上流社會的高級妓女 跟有錢貴族的愛情故事 而《茶花女》這部作品 也是《麻雀變鳳凰》的靈感來源之一喔 -你很喜歡的歌劇嗎? -哦 太棒了 似乎把我扔掉了 -什麼? 那接著在約會幾次之後 某一天晚上 Vivian終於忍不住 氣了睡美人愛德華 接著兩個人就開始準備色色 那Vivian在這邊也脫掉上衣 據說在拍這場戲之前 因為朱利亞柏茨太緊張了 然後整個緊張到身體莫名長得 我覺得有點好笑 然後就回去看那個畫面 就真的有發現他額頭上有青筋 就是這樣子的那一種 哇 真的很明顯耶 可想而知他當下有多緊張 畢竟人家那時候才 算是剛出道吧 而且聽說就是一開始 他額頭上的那個青筋太明顯 然後導演跟理察基爾 就一直幫他按摩 把他推開這樣 就是推到後來 就是差不多消了之後才開始拍 那在電影裡面 兩個人相處的這段時間 愛德華也受到了Vivian的影響 學會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 也改變了他過去指向前看 出手又狠的聲音手法 那這個改變呢 也讓愛德華的律師 使塔吉非常的不爽Vivian 他覺得自己的賺錢計畫 被Vivian打亂了 所以他就氣噗噗的衝進飯店裡面 想要對Vivian亂來 但是卻被趕到飯店的愛德華 痛扁了一頓 那這位律師呢 其實是由美國喜劇演員 傑森 亞歷山達飾演的 據說導演一開始 並沒有想要選他來擔任這個角色 唯一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太矮了 因為傑森的身高 164公分而已 比理查基爾還要矮太多 他們兩個人差了14公分 然後導演那時候就擔心說 在拍這場打架戲的時候 就會看起來很像理查基爾 在打小愛人的感覺 有點好笑 不過後來導演還是被他的演技說服 所以就請他來出演這部電影 但是呢 為了要克服這個身高差 所以每次在那個理查基爾 跟這個律師一起演戲的時候 劇組都會準備兩本 超級無敵厚的電話簿 讓他存在上面 比較不會這樣子一直看著 你要打架嗎 趕來啊 知道這個秘密之後 看電影就會覺得 那順帶一提 在愛德華痛扁史塔吉 把他趕出門之後 他當時的嘴巴有默默動了幾下 那導演後來就有爆料說 因為當時他們就是打鬥的那個過程 就是 太刺激了 然後理查基爾就把自己的牙齒弄掉 然後 因為那時候還在演戲嘛 所以他就只好就是用舌頭 默默的就是 check一下有沒有出事 可能是斷了一小部分吧 那在這場戲之後 愛德華跟Vivian 一個禮拜期限也到了 Vivian就拿走了他的戰利品之後 離開了愛德華 決定要去追尋自己的夢想 那這時電影播放的歌曲是 瑞典雙輪樂團羅克賽演唱的 It must have been love 這一首呢 是專門為電影創過的主題曲 也算是很經典的一首歌哦 那在電影的最後 原本要飛回紐約的愛德華 決定要改行城去挽留Vivian 他就有想到之前Vivian說 他還是會幻想有一天 有一個白馬王子來拯救自己 所以呢 愛德華就去買了一束花 開著車子的天窗 假裝騎著白馬 一邊喊著 Vivian公主快下來吧 -Vi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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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成功的追到了Vivian 故事就Happy Ending啦 而且最後這一幕 我印象很深刻 是那個愛德華 他不是就是開著車窗 這樣子過來要找Vivian嗎 然後剛好前面有一大群鴿子 就這樣整個飛起來 這根本是假的吧 那個 一大群耶 而且最後他們接吻的時候 Vivian還翻白眼 你可以去找那個畫面 他真的有 這樣子接吻 好啦 雖然說我們現在看到的結局 是很美好的Happy Ending 但是你們知道嗎 其實原本的結局 非常的黑暗喔 根本是悲劇啊 其實前迪士尼高層 Jeffrey Casenberg 在訪問的時候就有爆料說 原本的黑暗結局 其實是愛德華 把一大堆鈔票 摔在Vivian臉上 然後把他丟在 他們當初相遇的 紅燈去路邊之後 就離開了 而最後 Vivian又會 刻藥過量而死掉 這個才是原本的結局 但是呢 因為畢竟這個作品 是迪士尼發行的嘛 怎麼可能 有這種悲劇的結局呢 一定是讓我們 非常的美好的Happy Ending啊 所以結局才會改成 現在這種 就是夢幻 然後又有迪士尼風格的 Happy Ending 而且我查資料的時候發現 這部作品很酷的是 它竟然是 真人真事 就真的是有發生過的事情 當初編劇 J.F.Roulton 在寫劇本的時候 他就特地到了 好萊塢的紅燈區找靈感 去訪問了很多性工作者 然後呢 他就真的訪問到一個女生 就跟他說 有一次真的是一個富豪 然後帶他去一個很高級的酒店 然後在這一個禮拜之中 他還帶他去體驗很多不同的生活 然後帶他去買金品啊 Shopping啊 爆買之類的 但是就是一個禮拜之後 富豪就離開了 他就覺得 非常空虛 可是又覺得說 這個體驗真的是很難得很奇特 聽到這個有趣的故事之後 編劇他就決定要把這個故事改成劇本 也就是我們電影看到的愛情故事囉 但你們知道電影的片名 他一開始其實不是叫做Pretty Woman 而是叫做 那這個 這個3000的意思呢 不是I love you 3000 是I give you 3000 他姊姊就是在說 當初愛德華 要Vivienne陪他一個星期的 3000塊酬勞的意思 但是呢 這個片名就很快的被迪士尼打槍 讓他們覺得說 這個數字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愛情片 然後也很沒有吸引力 加上呢 後來電影用這個片名做適應之後 反應不太好 所以迪士尼才有想要幫他改名 然後他們想了一輪之後啊 就想到說 欸 這部被拿來當作主題曲的經典老歌 Old Pretty Woman 所以呢 他們就把電影名字 曲名叫做Pretty Woman囉 那在電影改名上映之後 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直到現在 麻雀變鳳凰 都還是大家心目中很經典的愛情電影哦 再來跟你們說 我還覺得有一個是非常有趣的幕後 就是他們的經典海報 竟然是替身拍的 想不到吧 因為聽說當初在拍攝電影海報的時候 朱莉亞羅伯茲因為有事無法拍攝 所以就由他的替身演員 Shirley Michelle來代替拍攝 那這個Shirley呢 就先擺好Post跟理查基爾合照 然後之後劇毒在後製 把朱莉亞羅伯茲的頭披上去 接著就是我們看到的海報囉 那除了拍電影之外啊 據說這裡面有一些比較裸露的畫面 或者是不需要露眼的畫面 都是由這個替身演出的 而且有一些是在演那個Vivian走路的畫面 然後因為這個Shirley本身是有 就是芭蕾舞底子的 所以他的姿勢都非常的正確 然後很挺這樣子 但是突然要學一個Vivian就是 走路很大啦啦的樣子 他就覺得非常的不習慣很難走 好那最後呢 這張海報上面還有一個很大的亮點 你們有發現嗎 那就是理查基爾的髮色啦 他在電影裡面啊幾乎都是灰髮 但是在海報上面卻是黑色的頭髮哦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理查基爾當初在拍攝海報的時候 已經為了下一部作品染了黑髮啦 其實我覺得他染黑髮比較帥一點 感覺比較年輕 對比較年輕很多 可是揮髮就有點 紳士 很有內涵的一個男人 謝謝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你們覺得這部作品裡面 哪一幕是最經典的呢 或者是你們還想要知道 哪一部經典作品的幕後故事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哦 那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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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豬閉鳳王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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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又可以嗎 鳳王 鳳王不會讓你叫 不會嗎 鳳王 不會吧 他如果是寶可夢就会這樣子叫啊 馬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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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鳳王 是不是 鳳 鳳 這樣子 好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